那我就开始了 因为今天准备的很仓促 所以可能讲解的时间不会特别长 然后主要分享的形式 还是以公布里希的这个章节的内容为底本 相当于是对他章节当中提到的一些问题 或者是他提到的一些作品 做一个小小的一个注解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因为这个章节的话 他我个人觉得他好像不像其他的章节那么的气势辉煌 因为这个章节涉及到的这个 无论是作品也好 还是那个艺术家也好 不像前几个章节那么赫赫有名 那么正是因为前几个章节 几位老师分享的也很好 而且涉及的那些作品也都是那些重磅级的 无论是艺术爱好者还是普通的普罗大众可能都非常熟悉 所以这样的压力也传给了我这一章 当然我想这种压力也同时传给了16世纪后期的那些艺术家们 所以我今天分享的这个忐忑和压力 应该和我要提到的这些艺术家们所要承担的有一些共鸣 所以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章节 那么这个章节的话 它叫做艺术的危机 公布里希之所以起这样的名字呢 是因为他考虑到前面的那个阶段 艺术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阶段 还到了这个时期呢 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都遇到了很多的问题 或者是遇到了很多的内在的冲击 或者是外在的改革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所以整体的艺术的状态呈现出一个危机的状态 但是我们经常都会用一个非常鸡汤的话说 就是说危机当中它也孕育的生机 那么正是遇到了这些问题 所以艺术家们无论是主动也好被动也好 他们也会有一些自己的对策 那我们今天就看一看 这个阶段艺术家们到底遇到了哪些问题 那么他们又是如何应对的 这个是我的一个简短的开场白 那么在这个章节的开头呢 公布里希就已经提到了 这个艺术家们遇到了第一个大的难题 这个难题主要是针对意大利的艺术家们 我把这个难题称作为叫做巨人的阴影 工艺术的故事它的开头的第一句话就是 说1520年初 意大利各城市的艺术爱好者 似乎一致认为绘画已经达到完美巅峰 那么这对艺术爱好者来说是一件好事 但是对艺术家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 我就想起了吴冠中说的另外一句很有名的话 他说什么叫做风格呢 他说风格是作者的背影 自己看不见 就说这个风格 那么是一个作家不可能自己 或者是一个艺术家不可能自知的一件事情 只有他已经远去了 那他已经成为过去了 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改变的状态了 别人从后世的视角去看他 才能够看到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我想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大师们而言 他们的风格是非常鲜明的 那么如果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大师们 他们的背影的话 那么应该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我把它称之为叫巨人的阴影 那么就是对于后世的那些艺术家们而言 看待前代的或者是前辈的那些大师们 就像看巨人一样 那么巨人们头下的阴影呢 也会将他们完全地覆盖 所以这个对当时的艺术家们而言 是一个特别让人高兴的事情 我想就这样的一个状态 大家可能在不同的领域都会遇到过 就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 就是说亚历山大大帝 在他知道他的父亲没打一次胜仗的时候 都非常非常的愤怒 非常非常的生气 因为他觉得他的父亲 留给他去开拓的世界的疆土越来越小 这是一个军事方面的一个小例子 那么在上个世纪初的时候 人们也认为整个物理世界的大厦 已经趋向于完美 人们只需要做一些天天补补的工作 所以物理学家们也都非常的绝望 认为他们在这个领域 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去开拓进去的空间了 当然我们都知道 无论是这个征服者而言 无论是物理世界而言 还有我们的艺术的世界而言 它都是无远弗戒的 它都不可能存在一个绝对的完美的状态 一个不可能突破的一个状态 一个停止的状态 所以即使在这样的一个阴影之下 我们当时的章节的这些后代的艺术家们 依然孜孜不倦要超越前人的这些 无论是巨人的这些成就也好 还是他们投下的阴影也好 所以他们都做出了很多自己的一些做法 当然对于他们而言 自己要面对的这个挑战是非常艰险的 我们前面选择了四幅画 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 都是我们前面的分享当中提到的 这些大师们所画的 无论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这三节 还是提香的一些作品 它在技巧上都达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 那么假如大家是那些想要有所创新突破的 想要超越前人的那些后背艺术家们 大家要怎么做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似乎可以思考的一个问题 我们就可以带着这样的问题去看 这些我们今天要讨论那些人 是如何去突破前人的这些伟大的成就的 那么他们在做这些突破的时候呢 也采取了很多的方式 就是那么他们有各种各样的 创新超越的思路 那么有的时候也是为了创新而创新 为了超越而超越 为了不同而不同 所以似乎有的时候他们也会 走入一个误入歧途的状态 所以我们看整个16世纪后半叶 可以看到人们的思想非常的活跃 人们的想的这个招也千奇百怪 他们创作出来的作品 有的时候让我们今天的人看起来 也觉得匪夷所思 或者是觉得不像是那个世纪 不像是500年前的人们 所应该画出来的样子 那我们就看一看 第一个小小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的话是 在建筑或者是绘画领域上面的 一个小的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的话可能是当 可能看起来不是那么的让人惊讶 因为我们在之前的章节当中看到 米开朗基罗 他也绘制过类似的主题 那么这个圣母百花大教堂的穹顶的壁画呢 是祖卡罗等人一起绘制的 他们是针对大师们的这些辉煌成就 来做出了第一个反应 也是最直接的一个反应 那就是模仿那些大师 甚至要在大师们的这些基础上更进一步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些 米开朗基罗对人体的这个把握 对那些群 那个群像的把握 以及这些空间感 包括前辈大师们这些对光线的把握 他们都认为非常厉害 并且希望在这样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所以公布里希在整个 这个书当中呢 也比较尖酸刻薄的归纳总结了 这一代人或者是这一批人 所做出来的这些艺术的这些 试图在前人基础上做的创新的第一种方式 他是怎么说的呢 我要读一读这个原文 我好像没有找到这个原文 他书中是这样说的 他说那些希望能够在大师们的 顺着大师们开拓的道路 继续向前进的那些艺术家们呢 继续在绘制那些气势辉红的 圣经上的人物 那么他们会把圣经上面的人物 绘制的满满当当的 但是我们找不到 不能确定的是 就是公布里希到底说的是谁 但是我们大概推测 我个人大概推测 可能说的是类似于朱卡罗这些人 那么公布里希是如何评价的 评价这种状态的呢 他说这些人物的话 绘制的就像是一群集训的青年运动员 就是说好像不是这些人 好像不是圣经上面的一些故事的场景 好像是一些古希腊时期的裸体的 或者是半裸体的 要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那些运动员 在这个地方集合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每个人的人体都是那么的立体 都是那么的有肌肉感 都是那么的有力量感 所以看起来似乎好像 看起来似乎好像 这群人就好像是要在米开朗基罗的基础上 要更加的展现出这种对人体描绘的技法 包括这种重叠关系 包括这种人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包括这种扭曲的质感 包括这种对生理学解 或者是解剖学的这种把握 所以我猜这个公布里希大概讽刺的 或者是刻薄的评价的 是类似于祖卡罗他们这种最后的审判 这种对米开朗基罗复制式的 或者是更进一步的这种模仿 这是我们要看到的第一个 这些艺术家们的反应 那么 那个祖卡罗他还绘制了很有名的 另外一批画 就是神曲的插图 插图画一直是艺术家们 或者是画家们的展现自己功力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域 那么左边是这个神曲的一个插图 那么他是如何描摹这些地域当中的恐怖的景象的呢 那么他其实是用那种背景叙事的这种感觉 去营造了一种地域的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 大家可以从这幅画当中看到 就如果我们忽略掉其他的因素的话 似乎觉得这好像是描摹一种野外的 具有野区域的一个风景的状态 但是仔细一看会觉得这些树木和山石都显得怪事灵循和扭曲不堪 包括那个地上的动物 都显得非常的真灵 或者是不像是人间的这些事物 所以的话 祖卡罗他们也极力使用这种技法来描摹这种可怕的景象 我个人感觉 就我看他这幅画 看这个神曲当中描摹的这个 所谓的怪事灵循和流冲冲意境阴森的状态 特别像我们的古典小说西游记当中的一个描摹的方式 大家如果读这本书的时候也会发现 就是当每次那个悟空他们要去妖怪的动物学里面救师傅的时候 都会有一大段的背景的描写 我们乍一看 感觉这个背景描写 描写的是一幅动天伏地的状态 是一个非常美的 非常美的一个自然的山野的状态 但是仔细再读一读其中的文字 又觉得里面好像妖气重重 我觉得这个西游记的这个文字的描写 和朱卡罗对这个神曲插图当中地域景象的这个营造 有一点共鸣之处 所以我把它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对比 对 那个群里面有人说是狂暴打人的柳树 确实是这个感觉 然后我们再看一看 人们要做的第二种这种自我革新的一个方式 那就是无比的炫技 就是他们似乎要在 要使用各种各样的典故也好 奇思妙想也好 或者是一些异想天开的想法也好 来营造出或者是绘制出一种新的 一种让人耳目一新的画面 比如这一点幅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这个四组画当中的其中点幅 那么我想大家一定能够一眼认出来他们都是表现出人物的状态 但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猜出来这两个人物分别代表的是什么样的意象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 这也超级不适 因为这个我选择的是这个画家绘制的比较让人 观跃起来没有那么的难受的脸乎画 但是其实还有一些画更加的恐怖 就是大家能不能看到 有的老师说是国王和王后 非常的像 因为我们后面就能够看到类似的画作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正典幅画当中 他们选用的这些动植物的主题 有什么共同的特点 其实就能够看到他想要表达的主题 那我还是先揭晓答案吧 左边他是春天 右边他是夏天 当然也有秋天和冬天 我们可以看到 他其实大家如果仔细观察 可以发现 他其实是用不同季节的 有特征性的这些动物植物 水果蔬菜等等 来拼合成一个人的一个形象 那么这样的拼合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我个人觉得 他其实在绘画本身上面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创新 他是在技法上面 或者是他的这个构图 或者是奇思妙想上面 会让人有一些耳目一新的感觉 无论是视觉上的震撼 还是这种心灵上的这种触动 都能够让人一下明亮 而且如果大家看到这个标题 然后再看他这幅画 一定能够理解画家想要表达的内容 这相当于是在这些奇思妙想上面 或者像贡布里希说的 他是要在一些神秘主义 或者是一些彰显画家 或者艺术家建筑师们 渊博的知识等等 这等于是在有一点点炫技的成分 所以绘制出这样的画作 比如说这左边这幅画也是他的一个作品 也是一个很有趣的 就大家如果看这个标题 再看他内容 就会发现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他的画作的那些拼合的这些主要的成分 和他的要表达的这个主题 有种自制的一种感觉 他一个图书管理员 他就用不同的书来给他堆叠而成的 所以大家可能看起来会会心音效 大概是这种感觉 这种技法的话 在后世一直被使用 比如我右边这幅 时间或者时代要晚得多 它是19世纪的一幅 也是一幅拼贴画 那么它是一个展现中 拿破仑的一个状态 那么拿破仑身上的不同的元素 也和他本人的经历 或者是他本人的一些事迹 也是有关系的 所以这相当于是在画作当中 在技法在技巧 在这些技术构图之外 通过这些奇思妙想 让这幅画让人印象深刻 所以这个也是当时的一个很重要的流派 留下来的一个 留下来给我们留下来的一系列的作品 那么这种拼贴的样式直到今天 依然被很多的艺术家们所使用 所以大家在看很多的现代的一些画展 或者是雕塑展的时候 仍然能够看到相似的一些技法 那么大家如果再看到那些 就可以知道 它的这个渊源是多么的深艳 对就像教主说的 它就是启发的装置艺术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除了前面提到的 技法上的加强 或者是加了一些奇思妙想 还有一些人也做了一些新的一些尝试 甚至包括米开朗基罗本身 他自己的话也做了一些尝试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他 已经大篇幅的提过了他 所以我们这个章节就不再对他进行长篇的叙述 我们只是选用艺术的故事当中 对他的这个状态的一个描述 来阐述他的人生的后半期 对整个16世纪后半叶的一个巨大的影响 那么我把这个小节称之为 叫米开朗基罗的叛逆 因为米开朗基罗 他跟其他几位大师 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 就是他活的时间特别长 他的艺术人生的话 铺展的非常长 从一个时代延续到了另外一个时代 所以他的前半身可能是一个艺术风格 到了后半身 他可能自我也要进行革命 要自我反叛 所以的话他就 他自己的话也会对自己之前的一些 一些做法进行的一些 自我革命式的一些探索 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最左边这幅画 最左边这幅画 这个建筑 也是艺术 也是建筑或者是西方建筑史上 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代表作 就是佛罗伦萨的 这个洛伦佐图书馆的一个前厅 那么这个前厅的话 他米开朗基罗 他有很多的新的探索 比如说他有一些大胆的做法 当然这些做法对我而言还是有点深奥了 我还是原文的引用别人的看法 比如说他将柱子 将柱子嵌入到墙体当中 又比如等等 这些包括在里面用一些这些室内的话 用一些窗帘来做装饰 就总而言之 对建筑师们爱言 对当时的建筑师们爱言 这种做法可能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当然大家如果对这个建筑有更多的了解 也请打在我们的这个留言板上 那么作为米开朗基罗的门下走狗 那么他的那些追随者们 也在建筑上做了很多的创新 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了朱卡罗 朱卡罗虽然有的时候被认为 是跟米开朗基罗是对立的 但很多的时候他都是米开朗基罗的一个继承者 我们这个贡布里希的章节当中 也选择了他的一个很有名的建筑 作为当时人们试图在建筑上 有一些创新的体现 那就是第二幅画 第二幅画当中的这个朱卡里宫 也就是以朱卡罗本人命名的这个宫殿 那么他的创新的设计 其实也是一个在建筑上的巧思 就是他将这个窗户或者是这个门 做成了一个人脸的形状 然后人们进去的话 进入这个大门 好像就被这个巨兽所吞噬 那么这个也是一种 一种就是比较新奇的一种做法 或者是人们希望能够让 其他人能够眼前一亮 而不是完全模仿大师们的作品 作为一个默默无名的模仿者 他们试图在各个方面做一些创新 这个是他们在建筑上面 做大胆尝试的一个小例子 那么这一栋朱卡里宫的这个建筑 也成为当地重要的一个打卡点 大家今天如果去那游的话 可能很多人都会推荐大家 去这个地方打卡 相当于是和我们今天的网红景点差不多 可能也类似于当时的一个网红景点 而且如果大家再仔细地去追溯的话 可以发现当时这种做法还不是孤立 我们第三幅画当中是当地的一个 非常有名的一个景点 叫做怪物公园 我们今天看到这样的装置 在公园里面看到这样的装置 可能会觉得稀松平常 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公园里面 都会放这种非常廉价的塑料 做的一个怪兽的形象 让我们可以进入到怪兽的肚子里面 但是如果我们要想象 就是500年前 而且它是由当地的贵族 纪念他的早早去世的妻子 所修建了一座奇怪的公园 我们可能就会对当时那个时代 所展现出来的这个面貌 会有新的看法 就是500年前的人们 出于什么样的目的 会修建出这样一座奇怪的庄园 里面都是这些奇形怪状的建筑 包括巨大的像美人鱼一样 像星巴克美人鱼一样的 那个造型的那个石垢建筑 包括各种古代的这种神像 扭曲的神像 包括这种可以进入到这个人的 那个被这个大嘴巴一口吞噬的 这个奇怪的石雕的大的建筑 就是所以把它命为一个怪物公园 就是这个时代的这个风格 看起来好像 就是有一种 某种程度上来说 能够看出当时的人们 极力追求创新 摆脱前人这个阴影的这种尝试 我最右边选的这幅插图的话 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插画师 做的一个设计 它叫Tango 它在北京和深圳也办过很多展览 它的这个设计的话 就是那种让人会心一笑的 这种日常生活的一个小巧思 那么它是当时好像是在乌镇吧 这个效果 文化做了一个戏剧墙 它也是巧妙的利用 这一栋看起来 非常普通的建筑的一个窗户 它要在这个有一扇 非常普通的窗户的这个墙上 要做一个大的插画的一个宣传 那么它也是 我觉得它肯定是考虑到了 前人们这些巧妙的做法 所以它也将这个窗户 变成了这个愤怒的小人的嘴巴 所以能够看出来 这个当时的人们 或当时的这些七思妙像 为后世这些艺术家们 带来的灵感 那么我们小小的对 刚刚提到了这些 这些做法 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就是面对前人的无比的成就 他们有的人选择做 这些大师们的追随者 在大师的基础上 希望能够更进一步 甚至有可能有点走火入魔 第二个点 第二个方式呢 是他们要用各种各样的 七思妙想 去让去做一些新的设计 就是无论是在绘画上 做新的设计 还在建筑上 做新的设计 以让当时的人 能够对他们的作品 印象深刻 进而可以 进而可以博得一些名气 并且能够 在当时的这些艺术的 艺术家们的这个世界当中 能够站稳脚跟 当然他们这些做法 有的成为一些经典之作 有的可能是成为一些炫技之作 但无论如何 都为后世提供了很多的灵感 和很多的这些创意吧 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 第一个小节的一个 小小的概括 那么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呢 我们其实一直没有提到 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这个概念一直让人着迷 就是说我们刚刚看到了 那些奇怪的绘画也好 或者是奇怪的建筑也好 那么后世的人们将整个 十六世纪后半页的这些 常识 将它归结到一个专有名词 叫角式主义 角就是角正的角 或者是焦柔造作的角 然后式呢就是装饰的式 那么这个词也有不同的翻译的方式 有的称之为叫守法主义 大家可以通过不同的翻译 能够品尝出来这些词语 所代表的不同的倾向性的感情色彩 那么比较广 比较有名的还是角式主义 所以我们似乎能够看到 这些这个时代的人们 好像是有一点点焦柔造作的感觉 有一点点为了创新 而不择手段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个角式主义 似乎能够看出来他们的一些特色 当然这些略带贬义丝色彩的这个翻译呢 也可能会让我们对那个时代的 所有的作品都有一个负面的一个观感 当然它不是这个样的 我们依然能够看到那个时代 它有很多的奇思妙想也好 很多的新的设想也好 很多的为了创新 但真的做出一些创新的举动也好 以及这些创新的举动带来的问题也好 所以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时代 我们千万不能被这个名词所裹挟 那这是我要讲分享的 第一个小单元的内容 大概就大家可以知道 当时的人们遇到的危机是什么 或者是以意大利为主的那些艺术家们 遇到的危机是什么 以及他们的几种反击 或者是改变的方式 那么我们下面要分享的这些内容呢 是这个贡布李希 那个继续来深入的分析当时的几件 具有代表性的建筑 或者是那个绘画作品 以及他们背后所展现出来的创新的活力 以及存在的一些问题 我们要看的第一个作品 就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园厅别墅 我不知道大家就是 有没有就是对这个西方的建筑是了解多不多 我了解的非常的少 所以我感觉我知道的那些可能都算是比较有名的 我就对这个可能有一点点了解 那么这个园厅别墅的话 对于西方的建筑 或者是对建筑系的学生而言 可能是如雷光尔的存在 那么它是那个帕拉底奥设计的一个 最有名气的一个作品吧 它是为当时的一个告老还乡的一个 好像是主教设计的一个类似于乡间别墅 那么它这个为什么叫园厅别墅呢 它的最重要的这个做法 就是中间有一个圆形的大厅 大家可以看右边这个平面图 可以看到中间它的整个建筑的中心 是个圆形的大厅 而且它这个别墅和别的 一般的居住的房屋不太一样的一点是 它有四个门朝向四个方向 特别像我们宋代的那个 那个正殿的那个农青寺的那个造型 以及像早期的那个佛塔和佛寺的造型 而且它确实是仿造了宗教建筑的一些特色 无论是它中间的园厅 比如我们下方这个园厅的这个视角 大家一定能够回想到很多就我们之前分享的很多建 或者说很多座著名的大教堂的那个内部的装饰 包括这个圆形的穹柄 包括穹柄正中间像万神殿一样 留下来了一个巨大的一个空缺 使得天地之间可以沟通 雨水似乎可以灌下来 当然现在加了一个玻璃罩 是可以直接灌到它的底部 或者灌到大清的中间 所以都能够看到非常明显的宗教建筑的色彩 包括我们左下角这个立面 能够看到像那些雅典的神庙一样 非常具有那些神庙特色的这些外立面的这些做法 那么为什么帕拉迪奥要设计这样的建筑呢 我觉得它可能有多方面的考虑 第一个方面的考虑当然是受到了前代 前一个时代的那些建筑师们的影响 就是对文艺复兴时期就要回归到希腊 回归到雅典 回归到古典时期 所以它使用了大量的古典时期的这些建筑元素 来放在自己这个别墅当中去 无论是细节上的这些装饰 还是整体的这个设计 还是中间这个标志性的园厅 都使得它带有非常强烈的古典建筑的特色 并且它也有自己的一个考虑 就是它是作为一个乡间别墅来存在 所以它开了四个方向的门 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 就它在不同的门上 可以看到整个优美的这个乡村 不同方向的这个风景 所以这也是它自己的一个考虑 当然的话 它在整体的建筑够那个布局上 也有一个自己的巧思 就是它并没有使用正南正北 或者是正东正西的这个朝向 它反而是整体的建筑 其实是偏了45度角 那么这样就可以保证 四个门在每天都会 无论是上午或者下午的话 就每个门每天总会照到阳光 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 它总会照到阳光 所以这样的设计的话 也使得它整体的这个建筑的话 光线也相对而言比较好 并且的话 它还在这个墙的表面 我们还可以看前面这个 它在这个墙的表面 使用了特殊的这个材料 它在这个外墙的灰泥上面 加了一些石鹰的晶体 所以在不同的时候 整个墙给人的质感会不一样 比如说清晨的时候 它反射出太阳光 它是呈现出一种蓝白色的质感 那么到了大雨倾盆的时候 它可能是那种铁灰色 那夕阳西下的时候 又是像金字一样的黄褐色 所以在不同一天不同的时节 整个建筑的颜色 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 也使得它能够变得更加的有动感 所以综上所述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园厅别墅 它有很多的巧思 它利用了古典的元素 它又将这些元素 做了一些完美的拼合 并且的话 它有一些巧片的设计 能够使得这个元素在观看风景 以及作为一个被观看的 一个建筑小品 都有一些自己独有的一些特色 所以它也成为建筑史上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品 但是我们苛刻的贡布里希 对这件作品并没有大家赞赏 它还是提出了自己的问题 它认为说 它觉得它说 无论这种结合是怎样的美 但它并不是 并没有成为 一座人们乐于居住的建筑 追求新奇性和外观效果 已经干扰了建筑物的正常的用途 那么我们其实是可以 从它的内部的构建 来看到贡布里希提到的这些问题 就是作为宗教建筑而言 我们的这个大厅的天花板上 有一个圆形的孔 那么雨水会漏下来 会呈现出一种空蒙的 这种神性的这种感觉 会让人沉浸其中 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家的房屋的大厅 每天下雨的时候都漏水的话 那么它很明显是并不适合居住的 并且我们还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平面图 我们从平面图当中 其实也可以看到 就是如果我们想 从大厅里面 到它的四个角的房间 其实是要绕一个弯的 它并不能直接的 从大厅直接到它的这个房间 它要就是它或者换个角度来说 就是这个建筑 它内部的功能分区 并不是特别的合理 在实际的居住的时候 并不是一个特别宜居的 一个房屋的构型 它是要追求这种对称也好 追求这种美感也好 追求这种建筑上的创意也好 艺术家们并不会自己 并不会居住其中 所以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些 酸甜苦辣 或者是这些不便 或者是这些问题 艺术家们或者建筑师们 是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的 所以贡母里希就提到这个问题 虽然这个建筑很美 但无论是你可以把它作为 如果它是朋友的家 那一定是一个非常棒的朋友 但如果你就是那个朋友 那么你日常的生活 可能会有很多的苦恼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呢 这个建筑也体现出 那个时代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人们过于的追求 外观的效果 而使得这些建筑本身的功能 放在第二位 甚至大大的受到的影响 但是因为它过于经典 以及它的那个造型 让人感觉无比的向往 依然有很多的人在设计和建造 自己的别墅的时候 来仿造原厅别墅的这个样式 来做一个拷贝 所以在世界各地的话 都能够看到山寨的这个原厅别墅 包括很多有名的人 他们建房子的时候 也要建成这个样式 比如这个是托马斯杰斐逊的故居 也是美国的应该是第三任总统 他也是建造了一个类似于 原厅别墅的一个状态 所以在世界各地 还有很多的人为之着迷 那么公布里希 还在这个章节当中 他还提到的一个很有名的 很有代表性的 或者说这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一个艺术家 是这个倩力迷 就他的这个作品的话 也非常的有让人印象深刻 那么他选择的是 他是切利尼的一件很有名的一个作品 当然对我们来说 或者对我个人来言 我觉得这件作品好像看起来很平平无奇 我们看过之后的这个巴洛克时期的这个 很多的这些静音器都觉得 这种繁荣的装饰也好 这种在雕塑当中用各种典故也好 加上各种寓意也好 好像显得稀松平常 但是对当时的人而言 这可能是一件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 就是人们当时习惯了 或者是已经日常当中 已经对文艺复兴时代大师们那些作品 那些高贵的静默和伟大 又这种习以为常的感觉的时候 出现这种繁荣的这种装饰性的作品 可能会对当时的人而言 是一个很新奇的样式 而且他也显得富丽堂皇 非常适合宫廷生活 这个也是当时的一件宫廷的一个作品 他是艺术家为法国国王设计的 一个精致的盐盒 他的一边可以放盐 那么一边可以放这个胡椒 并且呢 大家可以看到他还有自己的一些巧思 比如说这个男士呢 就是这个拿着三叉戟的呢 是波塞东 他是海洋之神 因为当时的盐都是从海里面来的 所以他相当于是代表盐的部分 而右边是这个 女性的形象是大地母神 所以他的一个胡椒是从地里面长出来的 所以他用这个女性的形象来代表胡椒 并且的话 也就是我们右边这个 像一个小建筑一样的这个小盒子里面 其实是胡椒盒 而且这个小的盐盒的话 它下面还带有轮子 所以在大的宴会桌上 人们如果使用的时候还可以推它 就像一个小车一样 这样的设计其实在我们中国的三代时期也有 我们看到很多的带轮子的这个很小很小的小车 有些认为它可能就是放各种调味品的 大家如果去博物馆可以看到 那么中上所述 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巧思也好 寓意也好 包括这种这种华丽的这种质感也好 都体现出当时的这种审美的一个 一方面的这个取向 当然这件盐冠非常的有名 还有很重要的原因 是它被称之为雕塑界的蒙娜逆沙 为什么呢 并不是因为它和蒙娜逆沙之间的艺术上 有什么共同之处 而是它们都遭受了同样的命运 那就是它们都离奇的被盗 就是在那个好像是在2003年的时候 就这件价值连城的金盐冠 就在一个装那个防备森严的博物馆当中 光天化日之下就被盗走了 并且下落不明 它被偷了很长一段时间 在当时的艺术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那么后来找到的时候也非常的离奇 就是有人自首说 把它放在一个森林里面 奥地利的一个森林里面 然后放在一个牵制的一个盒子里面 可能是防止金属探测器之类的 那后来它就是失而复得 就是它本身带有一定的传奇色彩 一下让这件本来可能没有那么重要的文物 变得赫赫有名 所以的话它如果大家读 单身艺术史的话 一定可以读到这个森子 而且它还在里面重点强调了 说它依旧是失窃的状态 还下落不明 因为旧版的那个单身艺术史 还没有来得及更新 这个盐冠的最新的状态 当然我觉得这个切尼 它的更有名的这个代表的作品 相对于前面那个盐冠而言 应该是这一件 就是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主题 就是要那个 这个要就是 就是希腊神话当中的一个经典的主题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 这个故事 就是普尔修斯和美杜莎 它是在佛罗伦萨的这个领主广场上 陈列了一系列的这个雕塑当中的 其中的一件 那么这个艺术家或者是 这个时候应该是雕塑家 他也是熟练的运用了 这个神话当中的各种故事 来展现出自己的 要表达的一个主题 这一件作品非常的精彩 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青铜这种材质 在表达人体的时候 它是如何的 就是技巧上是如何的选手 以及是如何的将这种材质 赋予生命的质感 无论是这个美杜莎没有头的这个身体 这个垂下来的手 包括他这个头下面流下来的鲜血 以及这个年轻的普尔修斯 他本身这个身体的这种感觉 我们都能够看到很明显的 文艺复兴时代的这个大师们 所留下来的一些重要的遗产 也有艺术家本人自己的一些发挥和创造 那么我觉得 就是这个作品的话 我觉得可能不需要太多的语言的描述 我的PPT好像做错了 没事 但是就是我们可以从他的这几件作品当中 可以看到 这个本伟努托切尼 他本人是一个 首先他是一个技巧 运用贤手的 并且在艺术上是有自己的成就的 一个比较厉害的艺术家 当然他本人的这些 就像那个阎贯的传奇故事 给阎贯本身加分一样 这个艺术家本人也有自己 也有一系列的这些传奇故事 让他的作品也加上了一层 扑朔迷离的神秘的色彩 他就特别像我们今天看的 电视节目当中 那些健保节目 每一件这些 那个家传的宝物 都有一个非常坎坷的 非常传奇的一个收藏的故事一样 那么切尼尼也会把他的这些 他的那些作品也会 也会加上很多传奇的色彩 比如说 贡布里希就在里面提到了 他说为了来制作那个金盐灌 他从国库里面取得的那些金子 作为材料 然后在回去了路上 如何遇到了小偷 他又是尝到 他又是如何一对多的将他们击退 展现出自己应用的一面 等等这些爱慕虚荣的 这些浮夸的这种 推牛式的这种自我包装 使得这个艺术家们 这个艺术家在整个艺术史上 也是显得读书一致的存在 从魔动程度上来说 他的这些做法 也是当时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 就艺术家们不再是一个 就像艺术的故事当中说的 一个稳重而可敬的作坊主 不再是闷头干活的那些 我们今天非常喜欢塑造那种匠人的形象 而是他认为应该要成为一个艺术的巨匠 那么他其实就不仅是要技术上非常好 而且需要有长袖善武 需要有娴熟的这种社交 所以这个千里尼是一个非常 当时那个时代非常重要的一个典范 我们获取从后世的 特别是现当代的艺术家身上 能够看到他的前辈们 千里尼自己的一些早期的做法 就是自我包装成网红的状态 这个是近些年的 一个让人非常震撼的一个作品 就是我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 我一下子就想到了 我们前面的这幅这个作品 他们要表达的主题是一样的 但是他们所要叙述的视角 是完全不同的 后来我看了一些访谈 这个现代的作品 这个作者或者是雕塑家 也说自己确实是受到了 切丽尼的那个 波尔修斯与美杜莎的这个影响 但是他却有一个 自己的一个表述 我觉得这样的表述也特别的有意思 这个这幅画作 这个雕塑作品是在 曼哈顿法院前面树立的 曼哈顿法院主要是要审查 和女性相关的案件 特别是女性受到一些 暴力伤害的一些案件 那么然后他在他的前面 放的这个美杜莎的这个雕像 就让人印象非常深刻 第一个点呢是 美杜莎他本人 他不是一个被屠杀者 而他本人是一个复仇者的一个形象 而且特别是他的细节很多 包括他的头上这个蛇 虽然在以前的作品当中都是一个真灵的状态 但是如果大家看到这个雕塑作品 一定会发现这个头上这个蛇 是非常鲜活的 是非常让人恐惧的这个状态 也使得这个美杜莎本人这个复仇 对此于复仇女神的这个形象 让人更加印象深刻 第二个呢是 他手上拿着这个人的人头 是一个死去的男子的一个样子 那么关于这个男子到底是谁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 但我们如果回溯到这个故事的本身 可能就知道他要表达的主题 大家可能都知道美杜莎的故事 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 他是一个美丽的少女 然后被波塞东在雅典娜的神庙当中玷污 然后雅典娜发怒 就让这个少女变成了一个 头上长满毒蛇的这个美杜莎 然后使得任何的人看到他 都会当场实话 最后被布尔修师给杀死 那么对于这个故事 它是一个非常 在今天的我们的去述的事情当中 它是一个不太公平的故事 因为美杜莎本人 他是作为一个受害者 但是却遭受了多重的打击 一方面是波塞东的这个暴行 一方面是雅典娜的这个做法 一方面是波尔修斯 他的不公正的审判 当然也有人有不同的意见 认为这个雅典娜是给予他一些帮助 总而言之在这个故事当中 男性的形象是一个负面的形象 所以在这个神秘女性受到暴力犯罪的法院前面 雕塑家们就将这个传统的主题做了一个置换 美杜莎成为一个复仇者 他手上拿的这个头颅 可能是这个波塞东的头颅 也有可能是那个波尔修斯的头颅 所以这个作品的话 我们就给人的冲击的力量是非常之大的 我们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对比 我们可以看到切尼尼的这个原作 和这个今天的这个当代的作品之间 好像是有一个时空的对视 那么我们从这个之间的话 能够看到很多要艺术家们要表达的一个主题 当然我对这个主题的描述 可能没有办法描述的非常的深 但是我是看到了一个 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个对比 或者是印象深刻的一个关联 也在这分享给大家 然后拿马了吗 没有吧 然后我们看后面的这些 我刚刚提到了说 就是十六世纪后半页的很多的作品 都对后世有很多的影响 刚刚那个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案例 一个例子 那我们现在要看到这个也是 左边是公布里希提到的 一个当时很有名的一个画家 叫帕尔米扎尼诺 他绘制的是这个场景圣母的形象 那么我们就能够看到这幅画作当中 艺术家为了表达自己的心目当中的 所谓的美感 他抛弃了很多传统的 特别是文艺复清时期的一些基本的原则 包括比如说这个圣母的脖子 是超乎意料的被拉长了 包括下方这个人物的比例 现在特别的不和谐 包括后面那个柱子 也显得特别的奇怪 显得人特别的高大 而建筑特别的小 等等这些做法的话 公布里希对他的评价 并不是特别的积极和正面 但是他也能够理解他 他要表达的这样的方式 并不是对这些传统的比例 以及传统的做法不熟悉 而相反 他就是要打破传统的这些规则 打破传统最美是自然的 自然最美的这个传统 这个艺术家们定下来的 这个类似于教条一样的规则 刻意地将这个将人体做一个变形 来希望除去古典的这个美学之外 能够自己能够获得一条新的 抵达这个艺术之美的一个境界 当然这样的做法 也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比如我们如果在世纪堂 看过这个去年下半年的画展的话 一定看过这个莫迪尼亚尼的一个 很有名的作品 或者说他的很有名的这个艺术风格的作品 就是这样 同样也是被拉长了这个脖子 所体现出来的这种 这种让人感觉到好像不是自然的 但又不觉得 但是又会给人一些更多的 对美的诠释和想象的空间 所以能够看出 16世纪后半叶的这些作品 对后世的一些影响 贾姆里希在书当中还提到了 一个很有名的作品 也是这个贾姆布洛尼亚的雕塑作品 这个雕塑作品和前面那个 波尔修斯那一件很像 那我们能够看到 就是艺术家们 就雕塑师 雕塑家们也是做了一些创新 在传统的雕塑当中 特别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法则当中 雕塑要给人一些体积感和重量感 就是我们能够从这个雕塑当中 能够感觉到这种体积和重量 能够感觉到材料的存在 能够感觉到青铜的沉重 能够感觉到这个大理石的 这种坚硬的这种感觉 但是在我们这一件作品当中 艺术家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首先我们很难从这件作品当中 感受到青铜的沉重 或者它的这种重量感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整个人的身体 它不是呈现出一种相对而言 比较安静的状态 还是一个飞奔的状态 甚至包括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一个腿的话是后仰的 它整体的身体的重量 完全在由它的左脚所承受 或者说左腿所承受 而它的这个左腿呢 并不是踩在一个非常坚固的 或者是平坦的受力面上 而是踩在一个人物的这个嘴上 应该是一个好像是南风之神 好像是南风之神 就是一个南风之神 吹出来的气息 或者说吹出来的风 吹出来的这些空气 拖住了这个飞驰的墨丘利 墨丘利的话 大家应该对它非常的熟悉 它也是希腊神话当中 非常善于奔跑的 是一个善于奔跑的 快递员的角色 它的形象就是要 平须欲丰的这种轻盈感 为了表达出这种轻盈的话 他雕塑家就做了这样的构图 以及做了这样的底座 使得这个墨丘利 好像真的是在虚空当中 在飞驰的这种质感 那么我相信大家一定是非常熟悉 我们中国的古代的另外一件作品 也是用了同样的表达的方式 那么就是同奔马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就是你看同奔马也是使用了一条腿 作为支点 而且整体身体又很平衡 也是将这个腿放在一个代表了自己正在空中 飞驰的一个动物或者是形象上面 就是一只鸟 然后表明这个蚂蚁也是在空中飞驰 并且非常轻盈的状态 并且也摆脱了之前的青铜器 那么笨重 那么庄严 那么那种感觉 使得整个青铜器好像是非常非常轻便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中西之间和古代和现在之间 那艺术家们 有自己的一些共通的一些表达的思路 也很有意思 那么前面的话提到了 几位作品的这个 几位艺术家们的做法 我们大概能够看出来 就是他们是如何做一些创新的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要看到的是 威尼斯画派的一个继承者 也就是拼托涅托 这个贡布里西在书中也对他 做了大篇幅的一个介绍 那么我们前面已经用一个章节的内容 来分析威尼斯画派的这些特点 对光线的把握 以及整个这种气氛的营造等等 然后在这本书当中的话 选择的这个 丁托涅托的是两件作品 它当然是受到了提香的一些影响 它某种程度上来说 可以说是威尼斯画派提香的继承人 因为它也完全掌握了 威尼斯画派的看家本领 也就是色彩运用的技巧 而且它又从米开朗基罗身上 学到了这种构图的这种精巧 所以它会将前辈们的艺术融为一体 我有时候把它称为叫内功心法 和门派招式的一个结合 那么本来是要念得无上武功 但是在当时的批评家们看来 丁托涅托有的无限光明的前景 却有的自费武功的遗憾 它并没有按照当时的这些批评家们 所希望的样子 就是将技法融合在一起 然后在大师们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它反而的话是选择了另一种表达的方式 比如左边的这个场景 它认为可能它感觉提香的画作 更多的是给人一种快乐的感觉 会让人一种赏薰悦目的感觉 或者是像贡布里希说的 提香的画作更多的是要取悦人 而不是震撼人 那么丁托涅托他绘制了这些宗教作品 希望在提香的基础上 希望在这些光线的基础上 加入更多的元素 来达到这种宗教上震撼人心的效果 所以我们能看到左边这幅画就是 左边这幅画为了表现这个 圣马可遗体被发现的 这个激动人心的场面 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 牺牲了威尼斯画派 所引以为傲的 那个绸合的色彩美 来使用这种不调和的 这种明暗对比和远近对比 以及不和谐的姿势与动作 来表现出这个神秘的 这个宗教的场面 所以在关于这幅画 郭姆里希在书中多次 有一比较大的篇幅提到 这幅画为什么让人震撼 或者为什么在宗教的意义上 更加的有那种震撼人心的效果 郭姆里希有所提及 当然他还提及了另外一幅画 也就是右边这幅 圣乔治大战恶龙 那么圣乔治大战恶龙的话 这幅画当中主要要表现出来的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要告诉大家 丁托列托并不是不会 或者是并不是不擅长使用 威尼斯画派的这些色彩的这种光线 这种看家本领 而是他掌握了这种技巧 只是他觉得要在适合的时候来表现它 所以当时的这些批评家们 并不能理解 包括当时的著名的批评家 也是艺术家 叫乔治瓦萨里 认为丁托列托如果没有那么离经叛道 如果他能够认真的修炼 大师们传下来的这种无上心法 应该能够在威尼斯画坛上 能够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 而且他还认为 这个丁托列托的这个画作 给人一种未完成的感觉 就感觉这个作品太粗糙了 不够惊喜 没有完成 但是丁托列托他自己则认为 就是技术上的这些操作 或者技巧的话 其实并不是难事 就是只要能够熟练的去使用 那么技巧自然能够达到很高的状态 那么真正难的是如何表达 就是所以他认为只要自己表达的 已经能够达到自己心目当中的效果 就没有必要再耍那些技巧上的花招 也就是瓦萨里所说的未完成的状态 也就没有必要再补几笔 来使得整个画面更加的精巧也好 更加的完美也好 他认为这样反而会损伤 画作本身的艺术的 观者对画作的艺术冲击力的注意力 那么所以某种程度上 而言瓦萨里可能属于 那个时代的艺术家 而丁托列托可能属于 超越那个时代的艺术家 那么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 另外一个使用这种激动人心的手法 并且超越这个时代 是我们这个展览 不是我们这个分享的 这个首页当中使用的画作的作者 也就是著名的阿尔格列科 阿尔格列科他的艺术的作品 他这个作品 给人的视觉上的冲击力非常的强 我们很难相信他是属于 16世纪或者是17世纪初的一位作家 一位画家 我们可能感觉他的画作 会让人有很现代的这种感觉 因为他有很多现代化的特色 比如扭曲变形的人体 大胆神秘的用色 都会让人想到近代的一些 我们耳熟伦祥的一些现代化家 那么但是对于当时的人而言 格列科的创作对于当时人而言 反而没有那么大的冲击力 当时人看到这样的作品 并不觉得特别的奇怪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看格列科他本人的生平 以及他早期的作品 格列科他本人是出生在克里特岛 那么克里特岛在当时没有受到文艺复兴运动的很大程度的冲击 他依然还保持着中世纪的那种庄严 生硬的这种艺术的氛围 以及这种表达 而魔纵神秘化来说 他还没有文艺复兴时期 其他地区 特别是意大利地区 所承受的那种 建立在自然和谐之美上的这种沉重的艺术上的包袱 所以在离开 所以对于格列科而言 他小时候受到这些技法 能够让他化作在当时显得格外的不同 后来他又去了威尼斯 后来又离开了威尼斯 定居在了西班牙的叫托莱多 这个也是 如果我们之前的分享 大家印象有记忆的话 应该知道这个地方 就西班牙的托莱多 托莱多 它也是一个远离欧洲的艺术中心的一个地方 没有那么多挑剔的艺术家 在那个地方评多论出 而且当时的西班牙相对而言是比较 某种程度来说比较落后的 或者艺术观念比较保守成就的 它带有很多中世纪的艺术观念 所以人们看到那些不太自然的 却又充满戏剧性和激情的那些场面 反而觉得很稀松平常 也使得格列科在当时 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很多的批评 非常有意思的是 到了下一个时代 人们反过头来再看他的作品 反而觉得格列科的作品 好像用色和构图都不自然 都觉得非常的难看 甚至在一战或者是到了一百年之前 就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人们对格列科的这些评价 还非常的低 当时有一些博物馆的这些馆长 甚至想把这些画作 从博物馆的这些收藏当中剔除出去 因为他们认为这都不能算作艺术品 当然在这个时代之后 格列科又被平反 就是当那些现代艺术家们 尤其是以毕加索为主的现代艺术家们 重新发现这位十六世纪后半叶的 伟大的画家的时候 他们从中获取了非常非常多的灵感 并且那些艺术家们又重新定义了 这位先行者给予这个跨越数百年的 前辈一些尊重和理解 以及给予他非常高的高度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后世的画家们对他的致敬 左边的是格列科的原作 右边的是毕加索的作品 包括这两幅画也有 右边这幅画大家应该非常熟悉 那左边这幅画是我们这个封面图 大家也可以看出其中的一些相同的感觉 有人认为格列科对后世的立体补育 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也可以看到当时的那些艺术家们 那些大胆的创新 无论是否被当时的人所看重 但他都给后世 特别是近现代的艺术家们 提供了很多的灵感和思考 我们今天的上半节的内容已经结束了 我们上半节内容稍微有点长 我们讨论的 以意大利为主的一些艺术上的危机 这个危机主要就是 这个危机是甜蜜的苦恼 就是艺术发展的非常的好 前辈的艺术家们都做得非常好 我们要如何的创新 如何做得更好 如何和前辈不同 这是一种苦恼 当然对于北方的这些艺术家们 包括德国的 特别是德语国家的艺术家们 这样的危机来得更加的现实 他们面对的这个挑战 不是来源于前辈的压力 不是来源于对认可和关注的渴求 而是来源于 而是来源于 就不是来源于艺术本身 而是来源于外部 沉重而剧烈的改革 那么这个改革所带来的 不是创新上的需求 而是艺术生死存亡的考验 那么这个改革的这个 主要的倡导者 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位 马丁路德先生 那么大家学历史一定非常熟悉的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就是在传统的天主教的这个 世界当中呢 那艺术的话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表达的方式 天主教认为 其实圣经倒没有那么的重要 那么对圣经的诠释 解读是非常的重要的 而这些诠释和解读 就掌握在天主教的这个手中 教会手中 因此的话 以教会教堂修道院为主的 这个艺术的表达 成为这个画家和雕塑家们的 一个主体 那么艺术就是要来表达 宗教当中的这些神秘的体验 代表这些神 这些基督的光芒和荣耀 要表达这些圣经当中的故事 表达地狱的可怕和天堂的美好等等 这个是天主教当中所要推崇的 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是一种偶像崇拜 那么很多的宗教改革 很大的一个指向的方向 特别是这些改革的宗教改革 很多的时候都会对前面的这些 旧有的这些思想和观念 做非常大的改变 比如马丁路德 他很重要的一点 核心的观念就是认为 信仰应该要回归到圣经 而不是 就是要回归到文本 而不是教会对圣经的这些解释 他认为要读原本 并且竟然 马丁路德认为 就是天主教那些圣像画呀 那些壁画呀 那些雕像呀 是有太多的偶像崇拜的含义 已经偏离了圣经本来的这些 精神内涵 包括他从圣经当中援引 当时的早期的基督教的一些观念 认为的话 要摒弃宝像崇拜 所以呢 他在宗教改革之后呢 那个新的教派 或者说新教 他的这个圣像崇拜 就大大的削弱 因此的话 教堂里面的那些壁画也好 雕像也好 也大多被毁 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的很有名的学者 伊斯拉默写的一封信当中 提到的 当时这个教堂所面临的这些变化 他说教堂和修道院的雕像 无一幸免 并且诗壁画都要涂白 那些圣像都被烧毁 或者被批人碎片 那些很有艺术价值的东西 都没能够保留下来 艺术正面临着寒冬的状态 这个就特别像我们中国的佛教史上的 非常有名的三五一宗灭佛的状态 就是那个将寺庙 或者是那些神像的塑像给砸毁 所以对于那么当时的那一大批艺术家们 就面临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题 在新教教义的统治之下 教堂的圣徒画和雕像作为偶像崇拜 作为天主教偶像崇拜的标志被反对 所以艺术家们赖以生存的这个 祭坛画失去了最大的市场 那些奢华的室内的装饰 也变成了被摒弃的奢侈品 大家一定知道新教的那些艰苦苦素的教义 所以艺术家们的市场份额大大缩水 就只剩下来书籍插画和肖像绘画 所以这个大大萎缩的经济来源 使得当时的画家们难以维持日常的生计 所以那这些艺术家们要怎么办呢 贡布里希就列举了当时德语国家 最伟大的一个画家 小汉斯·霍尔拜因的例子 来讲述这个宗教改革之下 画家们遭受的窘迫无奈的一个命运 霍尔拜因的艺术之路 他本来应该是非常光明的 他的父亲就是一个很有名的画家 他不仅继承了父亲的这个事业 而且具有极高的天赋 所以他在很年轻的时候都绘制过 轰动一时的作品 而且他后来还去了巴塞尔 巴塞尔是丢勒曾经带过的地方 就是当时的学术中心 在里面受到了很多的熏陶和教育 因此他的技法上就是非常的厉害 我们也能够看到他的身上带有一点丢乐的这个影子 特别是肖像画上面 所以呢 他本人又很有天赋 所以就兼容并蓄地吸收了德国和意大利的 这些前辈大师们的技巧和知识 并且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 那么贡布里希来阐述他的艺术成就呢 选择的是最左边的这幅画 一幅供养人像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幅非常经典的圣母像 那么他将主体当然是圣母 怀抱着圣子 旁边呢是这个出资人 也就是供养人巴塞尔市长一家 那么他们就呈现出一种在圣母和圣子旁边 听从教诲追寻信仰的这个状态 那么这种幅画的话也非常的让人印象深刻 他能体现出这种圣母的高慧和临近 也能够展现出信徒们这种虔诚和内心的这种安宁 而且他在技巧上也很有特色 他刻意地将圣母安置在这个 贝壳型的这个这个这个橱柜后面 壁刊后面 这个壁刊就像这个圣母的这个光环一样 使得这个整个人体的 这个前前半这个主题的人物的话 就带有一种神圣的一种效果 那么你就可以看到 这种和谐的构图 是意大利的文艺父亲时期大师们的这个绝技 来这种细致的魔画 那我们又能够看到丢勒的一些 北方画派的这些手艺在其中 所以这个是小汉斯 霍尔拜因的一个代表 但是宗教改革之后呢 霍尔拜因的这个画家之路呢 一下就化为泡影 因此他随机就离开了瑞士 前往了英国 但是英国后来也 也圣公也面临的宗教改革 圣公会的崛起呢 也让这个欧洲大陆之外 这个岛屿发生巨大的震动 并且 随之以后呢 这个英国的这个 这个圣公会 也像这个新教一样 就不再是追寻那种圣像画和 繁荣的室内装饰 因此他的这个画家之路 又面临很大的坎坷 不过索性呢 最后他去了 亨利巴士的宫廷 他在亨利巴士的宫廷里面生活 并且亨利巴士给了他很多的赞助 那么他这个画家呢 主要就在宫廷里面负责包括珠宝 家具设计 天堂装饰 包括设计那些精巧的武器和酒杯 所以他就他就不像是一个 像前辈那些画家一样 他走的这条路线就不像是那个 经典的画家的路线 反而像一个艺术总监的路线 他类似于一个设计师的路线 对于他来说是 暂时解决了自己生存的问题 但对于他的艺术道路来言 某种程度来说是有一定损害的 还像小汉斯霍尔巴英这么幸运的 德语国家的其他的画家就非常的少 随着小汉斯霍尔巴英的离去 德语国家的画坛迅速的萎缩 就北方画派那些辉煌的那些成绩的话 就没有很好的传承下来 那我们右边这脸幅画呢 是小汉斯霍尔巴英的代表作 我忘了把这个下面这个时间遮掉了 本来想让大家猜一猜 这脸幅画哪个时代更早 哪个时代更晚 哪个是他成熟期的作品 那么我们现在好像就没有办法再让大家猜一猜 当然谜底当然是就是那些其他的装饰物越少的作品 是就是越简洁的这些画作 是他越成熟时期的作品 中间这幅要比右边这幅实在要更加晚一些 因为他就不再需要不再需要使用那些其他的装饰物 来衬托主人公或者这个肖像本人的这个性格特点 这个人物本身就能够向我们传达这些信息 右边这个商人呢可能看起来好像旁边那些信件呀 那些那些物品呀 我们能够大概推测出这个人的一个人物的一个 一个特写的一个肖像 但中间这个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些衣帽 但我们从他的面庞 从他肩翼的下巴就看出 这绝对不是一个好对付的人 所以这也是这个画家技巧提高的一个印证 就是我们从他的面庞本身就能够创出很多 很多的内容 那么对于英国人而言 肖像化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我们刚刚提到了说这个小汉斯化拜英 他绘制了一些很精简的肖像化 那么在英国的宫廷当中 还有一些肖像化也非常的重要 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微型肖像化 当然 公布里希的那本中文版当中称之为叫细密话 细密话的话 因为它太容易和波斯的细密话混为一谈 所以我们使用这个微型肖像化 作为这个 这种风格的一个概括 左边是 我们选 那个 书当中选择了 这幅画 是玫瑰当中的年轻人 它的这个尺寸非常的小 就可能可以放在类似于怀表 如果当时有怀表的话 或者是胸口上的那些纪念 纪念性的那些小挂队上面 等等 或者放在那个很小的绣真书里面夹着等等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画作 所以称之为叫微型肖像化 那么左边这幅画呢 也是一个很典型的 当时的 当时的这个艺术的风格 那我们可以和 伊丽莎白时期的 沙士比亚的那些 十四行诗 那些对爱情的描摹 对爱情的追求等等 结合在一起 那么 而且有人说 这个画作的这个主人公 可能就是我们右边这位 童真女王 伊丽莎白一世的情人 因为说 伊丽莎白一世在五十多岁的时候 可能会和这位二十多岁的 亲人有一个轰轰烈烈的面情 那么我们选择了 我们就刻意选择了 这个 尼古拉斯的 西里亚德的 这个 绘制的这幅 伊丽莎白一世的 这个微型肖像化 来做一个介绍 做一个对比 那就能够看出来 它们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关系 那么微型肖像化在当时 它的受众的范围 非常的广 它的用途很广泛 那么比如说 比如说那个要 作为 比如说心爱的人 把它做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定情信物一样的存在 送给心爱的人 那些骑士们也好 那些贵族们也好 时常就拿出来看看自己的 欣赏人的那个照片 或者说它就作为一个 对自己忠诚的 就是说王室 把它赏赐给 朝臣 作为对自己忠诚的一种肯定 比如伊丽莎白会把自己的 这些小像 送给他最信任的那些人 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 这个 包养 那么那他的那些 那些朝臣们也会将这些 小像 非常珍重的 挂在身 不叫挂在身上 收藏在身上 比如放在身上一个 小的那个挂罪盒里面 表达自己的忠诚 这种将君主的那个像章 别在身上这种做法 会想必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代表着我们的一种尊敬 和一种崇敬的感觉 当然我们今天呢 当然也有一些新的变化 比如我们也会表达出 我们对教主的忠贞 所以我们就会在微信群聊里面 都使用教主的表情报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今天的 微信肖像画的一个翻版 当然在当时这个微信肖像画 还有一种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用途 比如说有一个贵族的少女 正代字归忠 然后他的父亲想给他相亲 所以就会请人绘制 这些微信的肖像画 然后广泛的散播出去 寄给那些潜在的相亲对象 让他们看看自己女儿的样子 然后再看看能不能有下一步发展的可能 所以这也是当时相亲 就像我们今天相亲要发照片一样 他们当时也要发这些照片 所以我们能够看出来 所以我们能够看出来 当时这些稀密画 或者叫小的肖像画 有很多的用途 所以当时也绘制了很多这样的肖像画 就很多的都保存下来 也成为我们现在了解 当时的宫廷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路口 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些人物 都有一些画作保存下来 我们就能够知道他们身上的很多的细节的信息 那么我们刚刚提到了 这个章节当中的那些比较痛苦的角色 无论是德国也好 英国也好 他们的艺术都面临着很大的冲击 因为他们的绘画的这些巨大的一个市场萎缩了 他们绘画的主要的题材 宗教主题的题材 不复存在了 当然同样是作为一个新教国家 黎德兰 也就是今天荷兰为主的一些国家 以历史之类的国家 他们这些国家的画家反而会非常的幸运 他们却没有受到那么大的冲击 虽然也是新教国家 艺术的故事在其中解释了 为什么这个国家的画家们要更加的幸福一点 或者更加的幸运一点 就是因为他们之前就做了很好的铺垫 就是他们之前就除了宗教画的话 他们就已经尝试了各种各样类别的画作 所以他们就没有把鸡蛋放进一个篮子里面 所以当宗教改革之后 他们依然还有存活的空间 所以艺术的故事当中提到说 黎德兰的画家们非常擅长画这种日常生活的场景 我们称为叫风俗画或者叫门类画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个老皮特尔布鲁格尔 当然我们更熟悉的翻译叫布鲁格尔 他的画作大家一定看过 就是这个乡村婚礼 乡村婚礼的话是 乡村婚礼的话是他的一个代表作 这也是这个画家的这个专攻的主题方向之一 就是他们非常他非常擅长描摹乡村的风景 或者乡村人物的这些日常的生活 这就展现出当时乡村生活 特别是农民生活的一个片段 热闹闹的一个婚礼状态 这也是一个群像的表达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每个人 有好多人 那么每个人的状态神情所思所想的 这个都不一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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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就是我们好像从每个人脸上 都可以看到他想说的话 或者他内心的活动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场景 当然 有人因为波鲁盖尔画农民的画作 画得非常的好 所以误以为他也是农民出身 其实不是 他他其实本人的话 他本人的起点 他都不是农民出身 相反他描摹这个农民的场景 之所以描摹的这么好 或者说这么符合当时那些 那些贵族们的品位 就是因为他将农民们的画作 农民们的这个生活的场景 描摹的非常的干净 非常的欢快 非常的具有那种田园风光 非常这种无拘无束 或者是这种快乐的感觉 但真实的农民的生活 肯定不是这个样子 或者是不全是这个样子 我们看到后来的现代独立绘画 兴起的时候 包括施卖岁的人等等 能够看到真正的农民的生活 或者农民的画家 要表达这种生活的场景 是那个状态 而这样的生活的场景呢 更多的可能是给当时的那些 有能力去购买画作的那些 那些那些富人们 提供一种想象 提供一种来自于遥远的这种想象 来自于这种亏视 或者是这种 这种这种这种样 这种我现在脑子有点迷糊了 就满足他们这种 对农村生活的一种想象吧 但不是真实的农村生活 是他们理想当中的这种 田园生活的一种想象 关于这幅画的一些分析 我们可能看到很多 很多的介绍 所以我不对他进行太多的分析 我是想说 中国的画作当中 也有这样的传统 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 清明上河图 比如以后面南都凡圣图等等 他也是描摹整个市井风俗的状态 还有包括明代的 包括周成等等那些画家 他们也描摹了很多农村的风景 比如这个最规土卷 当然他很长的一幅画 我没有办法完全放进去 他放的就是农民们 在举办那些社庆仪式的时候 大家喝酒 然后喝醉了回归来 然后农民们呈现出 不同的状态的一样的场景 包括还有很多的渔人图 就是那是渔桥跟独挖 或者是渔夫 那个雪叶 寒吊图等等 他们其实都是和 勃鲁盖的表达方式一样 虽然他们的这个题材 都属于这种风俗化的题材 但是他们真正要表达的 并不是农民们生活的 真实的一面 辛苦的一面 艰难的一面 他们更多的是要提供给 士大夫们一种 对农村生活的向往 这种田园 就田园将无胡不归的 这种表达 从陶渊明开始 这种田园木格式的想象 那么他所以他要描摹出 这样的场景 来供文人把玩 并不是真的要描摹 农村生活的 这个真实的场面 所以中西方之间 这些风俗化 或者是门类化之间 觉得也有一些共通之处 那么现在的话 要看一看 最后的这个 摇摆的中间派 也就是法国 当然法国的话 这个章节也非常的少 他要讲的东西很少 他就说当时的这个 他选择的是两个很有代表性的画家 或者艺术家 一个是让古鸿 一个是雅克卡洛 他们有的时候 为什么叫摇摆的中间派呢 有的时候他们会 偏向于 那个角式主义的风格 比如左边这个山林水泽仙女 有的时候他们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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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偏向于门类化的感觉 或者那种风俗化的感觉 比如说右边这种 特别诙谐的这些人物的形象 然后我这张选的比较含蓄 而有的这个 让人人俊不禁 而且略显粗俗 然后就没有选 这个是当时的法国 当然法国人 这在摇摆不进当中呢 很快就 很快就被抛弃了 因为当时人们 整个艺术要走向 一个新的一个流派 那么也就是 贡布与希提到了 我们第十九章的内容 就整个艺术要 发生一个新的变化 所以法国人这些 纠结和摇摆 好像似乎显然 没有那么重要 那么这个就是 我今天要分享的 所有的内容 我在这个地方 再做一个小小的回顾 我们艺术的危机 它的危机 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对于 意大利为主的人而言 他们要突破前辈们的 那些 要突破前辈们的那些 那些高峰 要让艺术能够 有更多的创新 所以他们有 各种各样尝试 有的希望更进一步 有的希望通过技法来弥补 有的希望能够通过 一些奇事妙想 来让当时的人 以及后世人去记住他们 他们的做法 有的是很成功的 有的是走火入魔的 有的让后世的话 为之赞叹 但是也让后世的话 有艺术家有很多的灵感 但有的也因为过于追求行事 而使得内容本身显得 显得受到了损伤 这是意大利艺术家们的 主要的苦恼 而北方的艺术家们呢 以德国艺术家们最为悲惨 他们面临宗教改革的冲击 使得艺术家 艺术市场大大萎缩 所以他们被迫 转行去干一些 其他的事情 或者是 或者说是 从事一些肖像画 或者是 那些 其他主题的创作 那么整体的这些 艺术的这个世界呢 是一个灰暗的世界 那么尼德兰相对而言 比较 幸运一点 因为他们继承了之前的 风俗化的传统 继续发扬光大 并且创作出来的 很有 很有风格的 很有特点的 为后世撑到了一系列的 这个门类化 这个大的领域 这个是面临不同的危机 不同的艺术家们 做出来的这些反应 这个是我今天 分享的所有的内容 前面还头脑还稍微清晰一点 后面感觉 有点不太够用了 我们现在快速进入到 我们今天的小讨论环节 我一共提出来了三个问题 大家可以就这三个问题 发表自己的看法 我再看一看 大家在这个 在对话框当中 所提出的问题 或者是观点 好的 感谢微风老师的精彩分享 大家可以随 就是可以讨论讨论这些问题 可以先想一想 或者大家有什么别的想法 也可以 对 或者有什么别的问题 也可以提出来 都行 喜欢春夏秋冬 哦 看那个 看看Tracy说的 大家其实也可以开麦说都行 或者 或者在对话框说也行 哦 那就用那个 花和水果各种 哦 那个 那个它有非常多的巧妙的做法 哦 其实我没有选择最可怕的那一件 最可怕那一件 我都自己都受不了 当然可以发一下 我感觉那个 手法主义 或者角式主义 好像那个源头 还是 从那个米开朗基罗那来的吧 就他 他的晚期的一些作品 跟早期作品 还是有一些差别 尤其他画的那个人体 其实他早 其实他之前画那些人体 也比较 就是会画各种各样的姿势 然后到了晚期 就更加凸显那种 肌肉感 或者是专门为了塑造这个 姿态去创作 比如说他那个最后的审判 因为他活的比较长 基本上也到了15世纪 16世纪的 但是到中叶还是什么时候 对 对 所以其实像你最开始展示的那些 和祖卡罗 就很多就是模仿他那个 人体 然后再把它进行一个更加夸张的表述 比如说 很经典的就是把那个 身体拉长 还有把那个腿拉长 包括像刚才一些肖像画 那个英国的那个肖像画也是 他那都是大床腿 对 对 对 就整个人他就 包括脸啊什么的都拉得 特别长 像格列科那种也都是 感觉这是那个舍法主义的一个 比较典型的特征 就是他整体已经不是那种自然的状态 他是经过一些变形 对 比如说如果说文艺复兴是那种 去画一个理念中比较完美的人体 然后 呃 角式主义就有点像把它 就是变形一下 但是也不是那种往写实的方向 嗯 但是北方相对他那个受影响就少一点 北方感觉是他更严谨一点 比如说他的肖像还是比较写实的 特别尼德兰 啊 和外音这个也也算吧 就他还是我感觉就继承了之前北方的那种 之前的那些肖像画就是很写实的 嗯 我其实就是定通列托的那个我还挺喜欢的 那个那个 就这个是马可遗体这个 嗯 那那那说说吧 他他其实他很像他另外一幅有一幅那个最后的晚餐 感觉构图就很像 嗯 就是他都是一个这种斜向的一个纵深的空间 然后他的那个因为他也是威尼斯画派嘛就是 几成的那个提箱那种所以他的光和色表现都挺好 比如说他这个就有用了很强的光放在前景中 就尤其是圣马可这个尸体这一块 然后他还用了一些 他好像这里面 哎我不太记得他也用了一些烟雾一样的东西吧 就是右边 哦对对对对 他在那个最后的晚餐那个画里面也用了 而且他还把那个烟雾跟他的一些天使还是什么的 就是融合到一起就感觉很神奇 对有点那种迷幻 啊你说那个是吧 那个格列科比较迷幻 格列科也格列科确实也挺挺不一样的感觉 在那个时代 格列科他也受到因为他也去过威尼斯 所以他的用色也是非常的鲜艳的 但他对这个医者或者人体的这种塑造就 完全是一个新的路数了感觉 确实挺现代 他的画很多都在 因为他最后去西班牙嘛 所以普拉多那个博物馆里有很多他的画 这个波罗盖尔 波罗盖尔 他这里就选了那个农村那个是吧 因为他画过很多比较有名的话 像那个什么雪中猎人 伊卡洛斯的坠落 什么死亡的胜利 他画很多那种大场面的画 大场面的宗教画或者风俗画 挺厉害 所以很多那个电影导演就比较喜欢他的那个画 比如说那个塔克夫斯基就用了他的那个雪中猎人的那个场景 应该是在哪个里面 镜子还是那个电影 然后像什么阿巴斯那个24帧 第一幅就直接是用的他那个雪中猎人 就雪中猎人那幅画 把它做成一个动态的那个影像 所以他的那个我感觉他的画就有点像比如说像电影那边那种场面调度一样 比如说你就说这幅画他要画这么多人物怎么去排布 啊对对对就这个 他把这些人物都安排好他的位置然后每个人有他的动作 这种群体就是这种风俗的群体画在之前是不太多的吧 对所以有一个场面调度的 场面调度的能力很强 然后他还他跟那个博斯 就是他也比较喜欢博斯的话 所以他有很多画里面也是画一些奇怪的那种 生物啊或者是恶魔什么之类的 那个挺有意思 反正大家感兴趣可以去搜一搜 我记得好像雪地猎的那幅画 当然他好像有很多版本吧 就好像有的是最终的那个版 有的很小的那个 小的那就是他的一个底稿一样 记得好像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在开展的时候 不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西方艺术500年的展 好像就展出了布鲁盖尔那个雪地猎人的那幅画 但他的场面很他画作很小 所以可能那个不如他原画那么的震撼 也挺有意思 嗯对他有个系列 好像然后面还有他们家反正也都是画家 就一直传了很多代好像 嗯 去搜一搜发现他的这幅画很多导演都用了 所以第二个问题你自己有什么回答吗 我没有 就是我做PPT在我开讲之前十分钟写的问题 啊 嗯 我想可能大部分的艺术家可能还是 类似于那个这个时期人们所做的 所以我感觉就这个问题好像也是我的理解 就是艺术的流派在不断的变化 他的一个内在的驱动力 就比如说为什么现代的艺术家们都会有那些奇奇怪怪的那些作品啊 我想可能都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用传统的这个思路来超越前人 所以他们就必须要要另起一条道路 所以在他们面临平景期的时候 他们就要往各个方向进化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进化的方向都是 或许都是那么的成功的 那么但是就是因为这种被迫的那种进化 再加上一个可能的选择机制 使艺术在不断的向前的引进啊 这个是我的一个想法 但是具体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我还没有想到 大家有没有什么奇思妙想 走走他乡 对 他们提到可以去别的地方看一看 或者翻一翻历史中的话 比如说像格列科在20世纪被重新发现这种 因为我觉得你 你做那个古今的一些对比还挺有意思的 其实很多 很多当代的画家 或现代画家 他也是在不断的接见 之前作品里面的一些做法 心里面顾布里希的写作思路 他其实还是挺强调艺术家的 他之前有 好像有一个什么名利场逻辑还是什么 对他会去想艺术家如果要 他特别是到了文艺复兴 以及之后 艺术家他本身这个主体心出来之后 他会想怎么去超越前人 而他模仿了一阵子之后 他总要去做一点创新的东西 然后把这个艺术的边界再往前推一推 其实不是艺术在向前进 而是艺术家们有一个内在的一个驱动力 所以才会发出这样的变化 对 反正顾布里希他的这个 他写这本艺术故事 他是有这么一个逻辑在 他在其他的文章中也提到过 他叫那个情境逻辑或者名利场逻辑 对就像在一个名利场里面 你是要让你自己去获得名声的 那你就得去创作自己的风格 当然这个肯定跟整个社会思想的变化也有关 比如说宗教改革或者是人文主义这种东西 他本身对艺术的表达是有很大影响 是的 对冯唐老师讲的太好了 谢谢 我昨天晚上凌晨赶PPT 没有完全白费 改期改期 厉害 好的 好的 感谢威风老师 好 谢谢大家 那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